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 我們準備 開始上課 這個 上個禮拜 好像沒有麥克風的 上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上的是成本 計算與管理 可以了嗎 這沒有聲音 不是 這邊按掉 這邊按開 這邊好像要這個要 OK 這樣應該可以了 好 這個 OK 各位同學我們要準備上課了 這個 上個禮拜 我們討論到了成本的計算 在成本的計算裡面 我們有三個要注意到的 首先就是 那個 一開始計算之前 我們有 這個請安靜 很抱歉 因為有一些設備要調整 所以剛剛一開始 耽誤了一下 這個要計算之前 我們當然會先注意看公司的生產 是到底用分批的批次生產 還是分布的步驟生產 但是不管分批分布 我們都還會注意到一項 生產過程裡面 有一塊 這一塊就是什麼呢 維持生產 運作順創的服務單位 包括了管理部門 工廠裡面的 廠物管理清潔維修 水電能源供應等等 這些部門的費用 它首先要攤到 生產線工作站上面 攤到了生產線工作站之後 我們再來按照生產的特性 看看是不是依照分批 或者分布這個生產的方式 來進行計算 把這些所謂的生產的製造費用 透過部門的攤算 然後再算到單位的成本上 我們上個禮拜大概做了這樣子的說明 跟著下來要討論到 在這個成本管理的概念上面 到底有哪一些方式 有哪些類型 那談成本管理之前 我們會先強調這個成本管理這個概念 是在1970年代的時候 在日本就開始發展 這個要追溯到1970年代 Toyota汽車它是怎麼做的 那這個1970年代的做法 到了1990年代的時候 給它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目標成本管理法 就是Target Costing 這個目標成本管理 我們在後面的時候還會 在後面定價決策的時候 還會再提一次 什麼是目標成本管理的概念 但是這個地方我要先舉個例子 成本管理並不是按照字面上 去計算成本而已 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對這個成本管理可能就會誤解 在最早期的時候 日本人我舉那個日本的汽車 銷售到美國為例子 1970年的時候 日本的汽車 大概離現在已經快要50年了 四十幾年前 那個汽車要賣到美國去的時候 對美國的市場做了一個研究 發現了日本的汽車 在美國人的消費者心目中 是屬於廉價的一種類型 因此同樣形狀的日本汽車 美國汽車可以賣一千塊美金的時候 美國人只願意出七百塊美金 買日本人的汽車 那種汽車都是小型的汽車 而且會買日本的汽車 那種美國家庭是把它當作 第二台汽車 就是家庭主婦開的附近走一走 接送小孩買買菜而已 認為日本的汽車並不夠 像美國一樣並不夠豪華 並不夠堅固等等 那日本人做了這個調查之後 就回過頭來開始去考慮 那這種情況之下 七百塊一台的 七百塊美金一部的汽車 日本人還可不可以做 如果我做好了 我還要運到美國去 在當年都還是叫做日本製造 然後運到國外去 不像現在汽車產業 錯綜複雜的全球化 在四十幾年以前 各國的汽車工業還是深受保護的 所以日本人呢 他就估算了一下發現 這個情況好像很困難 我把汽車做好 海運運到了美國的港口 透過美國的銷售的銷售點 然後銷售到美國的客戶手上面 這個售價還不能超過七百塊美元 做不做得來 如果做不來 那就你就不要妄想出口 但是美國又是一個最大的市場 如果不把他這個市場 去嘗試一下 那不是太可惜了 所以日本人呢 他就做了一個方式 他就開始考慮 有沒有辦法把一些不必要的成本 把它控制 節省 調換等等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已經是在做成本管理了 所以成本管理啊 守重成本的規劃 而這個成本的規劃 不是只有工廠裡面的製造端而已 他已經開始啊 去探測這個市場 在這個市場上面 我們要怎麼樣的去運作 透過市場的機制 然後回推回來 看看這樣子的公司的結構如何去安排 所以在這個成本管理前提 是要成立一個成本管理小組 這個成本管理小組啊 還很有學問 由哪一個人來做這個成本管理小組的 就是這個成本管理小組的 這個所謂召集人 這個位階如果很低 生產部門的某一個廠長或者經理 那這個生產小組啊 這個成本管理小組啊 勢必不能發揹它的功效 這個成績要高到副總經理左右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統籌跨各部門 在這個小組裡面 成本管理小組裡面 一定有業務部門的 有研發部門的 當然還包括了生產部門 所以這個各部門啊 都有它的專業 首先就是要先請業務部門 針對市場端的分析 要回報給這個研發部門跟生產部門 研發部門利用業務部門的這個分析啊 開始做合乎市場需求的研發 不需要的就不要再浪費了 好那這個生產部門 針對研發部門跟業務部門的建議 來調配它的生產線 這個都在還沒有生產喔 還在強調在規劃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成本規劃 事前的計劃 在事前的計劃裡面 它已經有包含了各個部門的意見 那這個部門的意見呢 匯總之下 我們通常會有一句 就是言語啊 就是管理上的一種俗稱啊 所有的成本 大概在工廠的生產流程 規劃之下 已經決定了80%了 所以你後面想要cost down 你想要成本 要把它降低成本的時候啊 大概只剩下20%的空間 因為生產線 生產設備一決定下來 大概很難 很多成本就很難動 比方說它的設備 折就生產線中間的 所謂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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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倉儲的嚴格成本的 中間庫存成本的堆積 都已經在我們的生產線安排之下 大概就已經決定了 所以我們在成本規劃的時候 針對所有的項目啊 都要降加計畫 那成本規劃的完了以後啊 如果假設這個是可行的 才正式的開始生產 在生產的過程中間 我們當然就會配合 所謂的市場端 鹽巴端跟生產本身的要求 開始做計算 這個時候是成本計算 在這計算的過程裡面 因為已經有了前面成本的規劃 所以在成本規劃的時候 勢必就已經有了所謂的標準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一定會定出很多的數據標準 因為這些數據的加總 可以符合市場的要求 我們才做生產的啊 所以從事前的規劃 適中的計算 其實也就一直扣在適中的計算 一直在做叫做事後的成本控制 從事前規劃 所定出的標準 再加上計算過程中間 實際的匯總 就會從標準跟實際的數據 產生了差異 從這個差異裡面 去尋求 原因的探討 以及責任的歸屬 那假設是有利的差異 就表示這個 這個負責的人呢 他有績效 他把我們做得更好 但是不利的差異就表示 假設歸屬是可以用人為控制的 就可以找到改善的原因 這就是我們成本管理的目的 從市場端成本規劃開始 一直到最後工廠端生產製造端的 控制為止 環環相扣 環環相扣 OK在成本管理的體系裡面 因此就會有兩個系統 一個系統叫做市場開放式的系統 另外一系統是工廠生產端的封閉式系統 市場端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它在市場上要接受 所有各個方面的競爭 包括消費者最後的決定 那它的這個 這個市場端的介面呢 就是用價格 透過價格 來做市場端的最後的體現 那工廠面呢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系統 因為它全部都是針對市場的 那在工廠裡面是一個封閉式的系統 因為在圍牆裡面 材料一進來以後 就可以透過封閉式的系統裡面 開始做生產 生產最後出去的 它跟市場端接觸的就是我們的成本 所以這兩個 如果能夠賣取還有利潤 這個工廠端它才有效率 否則的話 假設我們如果不考慮工廠端 如果不考慮市場端所體現出來的價格的要求 如果蒙的頭生產 如果這個產品的成本過高 不被市場接受 那勢必會失敗 所以這就是成本管理的這個重要的地方 在1970年代 日本人在做這種成本管理的時候 美國人並不見得會重視 因為它總覺得它的產品 競爭力遠遠的勝過日本 它的產品全美國的產品全世界在賣 日本的產品呢 技術也不好 品質也不高 所以它看不上眼 可是20年後 到了1990年的時候 美國的產品在很多市場 節節的被日本產品打敗的時候 回過頭來看 才發現啊 美國人是用這種邏輯在做 他認為他做了就可以賣得出去 當如果競爭對手沒有進步 美國人確實也許很厲害 但當如果競爭越來越激烈 價格越來越敏感 而美國的產品一碰到市場上 過貴過於昂貴 性能也不見得對方好的時候 當然節節敗退 所以在1990年以後 才有美國的學者去研究 為什麼會這樣子的時候 才發現喔原來日本人有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呢在管理裡面很重要 就叫做Cost Management 成本的管理 從這個Cost Management 成本管理延伸出來 他們用目標成本來做一種工具 OK 這是我們成本管理的一種概念 跟著看一看成本管理的體系 我們要去分析一個成本管理是什麼 體系的時候 我們要去找一些分析的界面 我們或者叫做分析的購面 來做分析啊 那首先用的購面叫做 以成本掌握的時序來決定 什麼叫成本的時序 我們成本發生的先後順序 如果說是已經發生的 我們叫做歷史成本 也是最實際發生的實際成本 如果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們先用估算的叫估計成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按照時間發生的先後順序 分為實際成本估計成本 以及還有一個叫做標準成本 標準成本就是根本就還沒有發生 可是我用科學的方法 預先的分析 未來的成本標準應該是什麼 所以按照這樣子的一個 時序發生的狀況來看 以歷史成本的基礎來看 有實際成本跟估計成本 估計成本也是依照實際的數據 然後按照經驗法則 簡單的平均或者說是什麼樣方式取得的 那標準成本就是歸零 全部都不管以前的經驗 純粹看用科學的方法 純粹看我們的生產的狀況 來定出一個一個的標準 這個有三個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實際成本制度是以歷史成本 為計算的基礎 管理成本管理的制度 實際成本 那實際成本呢 要等到成本都發生了 才來進行管理 可見得它的管理的效果 一定不好 所以實際成本有很多缺點 首先它不能夠快速提供產品的價格 特別我們上個禮拜 談到的訂單生產 那訂單生產一定要先報價 可是在實際成本之下很難做到 它必須要全部都做出來之後 才能夠告訴買主說 你實際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所以它無法報價 它也沒有辦法提供績效的考核 因為它沒有標準 它也沒有辦法應應市場的波動 它也不能提供一些決策的需求 這是實際成本的缺點 但是實際成本有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天下無敵的優點 就是它來做報表的基礎 一定要用實際成本 我們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報表編制 仍然是以實際成本的概念 來要求的 所以從人類這個工業革命以後啊 需要開始大量的做 記上的這種要求的時候 實際成本就一直用到現在 已有兩三百年的歷史了 毅力不搖 它也不會被打倒 因為到今天為止 不管你是這個這個這個 一般公認的會計準則 還是IFS 就是國際的財務報導準則 都還是要用實際的成本來編制 這是它的優點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這個優點不足以應付管理上的需要 所以早在一百多年以前 為了要管理啊 當然不可能等到全部成本都發生了以後 再來計算 這樣就滿足了 一定還需要管理的 所以這個時候估計成本就產生了 估計成本就是 我至少可以從 比方說六個月的資料裡面 我平均一下 我如果從前六個月的資料 去平均計算什麼 計算我的成本是多少 我就可以說那我第七 第八個月第九個月搞不好成本也應該是如此 這叫做估計的 所以估計成本的制度是以估計成本 就是估計算一下的基礎而來的 那估計的成本 那個估計值怎麼來的呢 首先是同業的平均 假設如果有這個資料最好 或者同業裡面最高或最低或平均 這個目前來講 因為有所謂的報表的公開 所以我們可以從上市公司的公開報表 找到這種類似同業的平均 最高或最低 或者說是歷史的成本 歷史成本的經驗法則是最常看到的 或者說有一些技巧利用分項比例法 所謂的分項比例法 就是我們可以用收入與成本的比例 收入與費用的比例來預估 如果去年收入是一百塊錢 那成本是九十塊錢 就是百分之九十 那今年收入變兩百的時候 我們預估成本就是一百八 這叫做所謂的比例 那另外還有一種 比較又稍微進步一點 叫做公式修正 就是利用材料營業額 運輸費用公理數等等 這些相關的有點類似這種比例 分項比例 但它又可以修正 更細一點來做 這些都是還是奠基在 以往的經驗法則之下的歷史資料 那最後的要求就是慢慢的開始 希望利用數學 比方說平均 移動平均 平滑指數或者簡單的統計法 到了這邊為止看起來應該科學了 但是當它的數據 還是以往的數據的時候 我們在以往的經驗裡面 所做出來的數據 比方說去年的成本 佔了收入的百分之八十 請問這個成本裡面 真的是已經很精準了 經過很嚴格的要求 做到的管理的之下的標準呢 還是這個百分之八十裡面 其實也包含了非常多的浪費 不經濟效益性等等 所以用歷史成本的估計啊 其實是不科學的 因為他把以往的缺點啊 也都算在他的基準裡面 所以在這個估計成本法下面啊 還不夠用 不夠用的時候 當如果我一再強調 如果沒有競爭 公司隨便做都在賺錢的時候 你跟老闆講要他去改善 提高他的管理的水平是很難的 因為那個要花錢的 通常都等到開始 一奇怪了 東西不好賣了 原來競爭對手進步越高 越快成本的控管越好 品質越好的時候啊 他跟你賣同樣的價錢 他的品質比你好的時候 你就開始吃苦頭了 那或者說是 他的這個這個品質跟你一樣好 但是他的價錢比你低 更可怕的就是 他的品質比你好 他的價錢又比你低的時候 你的產品就穩敗 我賣不出去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啊 才會開始管理 所以等到這個 實際成本制度 不夠管理的時候 就會進到了 估計成本制 可是估計成本制啊 他的缺點 其實跟實際成本是類似的 他雖然可以估算 但他不科學 他把以往的缺點 還涵蓋在他的估計值裡面 所以他沒有辦法客觀 會判斷錯誤 還是分析上 同時利用平均數也好 那些所謂的那個 這個分析啊 他都通常有缺點 還有其他實際成本的缺點 什麼都在內 但是估計成本的優點在於 他還是可以做簡單的管理 因為他至少有一些數據了 特別適合在中小型的企業 而且那個企業的環境還算平穩 不會太過於激烈 因為這個時候 估計成本不失為一個 費用不高 又可以拿來燒作管理的一個工具 但是如果真的這個競爭殺到的大門口 而且你不做改革 你的產品賣不出去的時候 就算你再是中小型企業 也沒有辦法 也會被準備等著被淘汰 所以這個時候 標準成本制度啊 因應而生 標準成本制度 它是以標準成本為計算基礎的 成本管理的制度 這個成本管理啊 要求的 這個條件就很高 因為它要希望能夠盡量的 應用科學的方法 而這個標準成本制度 其實歷史也是一百多年了 不是我們現在才開始要求什麼科學 早在1900年代 上個世紀的開始 1900年代 美國的一批工程師啊 就棄而不捨 一直期待啊 能夠把管理當作一個科學來應用 這個管理當作一個科學 有一批人物 其中代表性的人物 就叫做泰勒 他是Frederick Tyler 這個泰勒先生 泰勒先生啊 這個泰勒 我們稱他為科學管理之父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啊 我也看過一些參考的資料 那個年代裡面 有非常多的工程師 甚至啊 大家認為 泰勒先生還不是其中最有貢獻的 不過他最有名 所以我們就稱他為科學管理之父 這些人都是理工科背景 理工科背景出生的有什麼職業病啊 就是他們非常強調實驗 要求標準的數據 那這些人做到了管理的時候 就赫然發現說 在管理的理念裡面 好像慢無傷法 全部按照經驗法則 所以毛起進來啊 開始進行改革 改革的這個工具跟方法 就是他在理工科的訓練 實驗法 甚至啊 從這裡面啊 大量的應用了數學模式 所以那段時間裡面 產生的所謂的標準成本的 改良的工具裡面 有作業研究 工作分析 工時研究 人因工程等等這些 都是當時的要求 那個我 不曉得同學有沒有讀過 這樣子的一些資料 在一九二零年代到三零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 汽車工業開始發展 那汽車工業發展的時候 應該是一九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到一千八百八十年的時候 這個汽車工業啊 第一部汽車啊 出現了 我現在忘記年代 那個年代很難背著啊 我只記得當年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 他們在瘋狂的準備慶祝 就是汽車誕生一百週年 那這個汽車誕生一百週年 就人類歷史上第一部 汽車這個有點正義啊 因為法國人說是法國人的 義大利人說是義大利人的 其他人都說是德國人的 所以德國人是多數啊 他們的賓士汽車的那個發明者 就是賓士這個人啊 他這個開的車子 帶著他的太太跟小孩 從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 是人類史上第一次 走大概八十公里 還是一百公里的這個車程啊 從早上八點走到了晚上七點鐘走到了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利用這個車子長城的開 所以號稱車子的誕生 這個車子的誕生之前啊 這個法國人也許也開過很小一段啊 一大年開過很小一段都不被 承認說是真正的汽車的開始啊 那只有到了賓士車子的開始的時候 就因為如此這個短短的幾十公里啊 開了幾乎快要十二個小時 所以當時的德國的皇帝啊 看到這個報導之後啊 很不屑的嘲笑說 我絕對不讓我的軍隊有這種爛東西在內 我的騎兵永遠是世界第一 他的覺得騎馬又營活又快 又比汽車要好得多了 當時的話今天聽起來還真的很瘋痴啊 但是那個到了一九二零年代的時候 汽車依然都是 社會地位的極致象徵 誰會有汽車 貴族王室富豪等等 其他人啊想都不要想 不要笑想有汽車 那有一個人啊覺得 如果我的工人幫我做汽車 而他又買不起汽車 那是我自己的羞恥 會想這句話的人是福特 老福特 他認為這個福特汽車的老闆創立者 他認為幫我做汽車的工人 都買不起他自己做的汽車 那我們還要幹嘛搞這個汽車 汽車不是只賣給最有錢的人 而必須應該是大家都可以用的一種工具 問題就在這邊呢 你怎麼樣把那個價錢壓低 你難道讓工人的薪水高到富可敵國嗎 大家都不可能的是 你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把它呢做的一樣好 但是成本降的非常低才有可能 那要靠什麼方法 就要靠科學的方法 不再是傳統的手工啊 一個一個悄悄弄弄 悄悄打打 那個要科學的方法 就變成不是一個一個的工作站 而是拉成了一條生產線 這個生產線下面 要求每個工人啊 就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 比方說你鎖螺絲 螺絲鎖第一顆 也許很困難 那個他那個汽車啊 引擎啊 就是汽車的那個發動機啊 到的時候啊 有好幾種螺絲啊 你有時候不見得鎖到鎖的鎖鏈 所以你鎖第一步發動機的螺絲你很慢 你鎖到第一百步的螺絲 你閉著眼睛都不會犯錯 你的效率會越來越高 速度會越來越快 這就是一種科學工具的改良 生產線的速度 那因此利用這種方式 它那個T型車啊 就是像個T字型的 因為它的底盤是一個T字型 這個標準化的生產 然後把那個按照所謂的 這個工時研究 工時研究 工作分析 工時研究 灌到這個生產線上 然後再加上 人因工程的研究 快速的把T型汽車 大量的生產成本快速的降低 讓每一個 汽車工廠的工人都買得起 造就了福特汽車 快速的串到全美國 第二大汽車公司 這個是一個 歷史上的故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什麼叫科學化管理 材料的耗用 全部按照物理化學 機械等自然特性 精算它的投入產出的關係 這個可以做到精算 這個是物理現象 化學現象 這個對於那些工程師來講 得心應手快速的可以做得到 難以處理的是人 人他居然也想辦法把它整整理出來了 人的耗用呢 用了一個叫做TNU的概念 就是時間衡量的單位概念 來分析每一個動作所需要的時間 這個我們讀工館的時候 工業管理生產管理的時候 都會學到這個 我在當時在學這個的時候 當然不是我的會計 主科 但是也因為也修了深管 那個在深管裡面 就有看到這種分析 就是說一個TNU 等於實際上是多少秒 它用的是小數點後面好幾個0 0.006秒 我如果沒有記錯 如果不是0.006秒 就是0.0006秒 應該沒有3個 就大概兩個0.00 那當時看到這個 想說怎麼有科學到這麼精密的地方 為什麼不直接用1秒2秒呢 那也不清楚 那也不曉得要怎麼去了解 回到台灣之後 問了我們讀深管的其他的同事 才得到這樣子的一個答案 原來當初在1930年代 20年代30年代 這些科學管理 這個瘋狂狂熱追求科學管理的工程師們 他們用了一個方法 來計算人工的標準 這個方法就是拿攝影機 這個攝影機去拍攝 它把每一個動作都分解 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今天是生產線上 鎖螺絲的工人 那個因此呢 一個發動機來了 發動機用生產線自動移到我的前面 我仍站在這個發動機前面 我要右彎45度角 幹嘛 去拿一顆螺絲 我拿一顆螺絲起來 到發動機上 裝到那個那個那個孔 鑽孔上面去 這個要多少時間 跟著我拿起來一個螺絲起子 一個羅來把 這個螺絲起子 就是拿起來插到那個螺絲口上面 要多少時間 跟著我開始轉 要多少時間 轉完了以後 我再開始拿第二顆 它當第一顆的標準有了 它就可以算第二顆 第三顆 第四顆 我要鎖六顆螺絲 我拿一顆的標準乘上六 就可以得到六顆的標準時間 因此 比方說從這個 拉起來到那邊去鎖上 也許要一千兩百個MTU 當我開始拿起那個螺絲起子 可能是六百個MTU 開始鎖的時候 可能是三百五十個MTU 以此類推 大家知道意思 最後加總得到一個 這個鎖螺絲的動作 它如果是四十五度角的彎 再彎回來的話 總標準可能是一萬兩千五百個MTU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控制 那這個MTU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用攝影機攝 攝完了以後 去洗那以前的八厘米 那洗出來一個底片 是一格一格的 所以他們就可以 科學家那個時候 科學到什麼程度 他就看一個人站在那邊 他開始彎腰就開始拍嘛 開始彎腰就記號 記下來 等到他把那個螺絲拿起來 放進去的時候 再剪下來 數它有幾格 每一個格子移動的時間 就是那個零點零零六秒 你科不科學 它一數有一七兩百格 因為這個電影就是這樣的 一格一格拍的 它只是快速的放 看起來是連續動作 但實際上 拍出來是一個 不是數位喔 以前是那個 以前是用那個 那個底片的時代 你不像現在用數位了 它真的是一格一格算出來的 非常標準 所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特別是當你只做一個動作 你會越來越做越熟練 不過喔 這個我在 1970年代的時候 看過那個默片喔 那個默片就是 Charlie Chaplin 周別林演的默片 叫做摩登時代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人點頭了 你還看過 你還會看默片啊 有看過嗎 你知道他這個演的 大概是怎麼 是講那個 那個生產線上的一個工人嗎 他那個生產線上的一個工人嗎 他那個生產線工人 拿個起子嘛 一天到晚在 後來有職業病了 到了馬路上 看到人家的扣子 就想到那個扭扣 就開始要幫人家捲 那些小姐走到馬路上 嚇死了 到處跑 那個是因為 周別林不只是 這個喜劇演員 還是一個社會批判的 諷刺的一個 一個偉大的演員啊 他在這個 1930年代演默片時代 就發現工業化 帶來的一個可怕 而且會有職業病 那可是科學管理 會允許 這樣子的現象發生嗎 這個批判是 在那個時代裡面 是很嚴厲的 甚至諷刺啊 這個福特啊 把人啊 不當人用 當作一個機器來用 那因此呢 確實也發生了多少 發生了就是 鎖螺絲鎖螺絲 沒鎖多久啊 因為我現在是175公分 那個架子啊 是為我設計的 但如果我今天190 我就會彎腰去鎖 所以我的姿勢 什麼都正確 但是我的腰要彎的 我腰如果彎一天可以 彎一年下來 搞不好就快斷掉了 更不要提到彎 10年20年 那如果我現在是150 150公分 那我變成兩個手要很高 我要轉來轉去 轉來半天 手就斷掉了 這叫什麼 這叫做人陰工程來了 科學管理是不太允許 我們剛剛想到的那種 因為一個工人生病成本更高 所有的科學管理都是要效率更好 成本更低 因此成本更高的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快速的又會設計人陰的工程 什麼叫人陰工程 就是我開始要收集一個國家 所有人的這個人陰的資料庫 人陰的資料庫的意思就是 把頭髮的顏色 頭髮的質料 頭髮的長短度 頭髮的疏密度 開始骨頭一根根骨頭 每一根骨頭 全身的骨頭肌肉全部都分析 從零歲剛剛生下來到 快要死掉的 九十歲一百歲的人 全部都做 這叫人陰工程 重點當然擺在什麼 擺在最有生產力的壯漢 它可以做什麼 有了這個資料庫以後啊 生產線的高度低度啊 桌子椅子的高度低度 都可以設計 都可以設計 小學生如果是五 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三年級的小學生 椅子要多高 高中生椅子要多高 到了現在這個椅子合不合理 有沒有想過這椅子高度 這個椅子會不會太低 坐下來會不會啊好難受 會不會 這個高度有沒有想過 所有的這些都是 我們除了工具的設計之外 還有產品的生產 都可以依賴人陰工程 今天同學一看到這個號碼 什麼四十號三十二號 M啊 這個這個這個 small的S啊 還有elo啊 extralarge啊等等 這種東西都是一個資料庫匯匯種出來的 它把我們的人民的最大化的數據資料 整理出來以後啊 對於生產都很方便 這叫人陰工程 這些科學家 對一個地方 感覺很無力的是什麼 我的工具可以改善 我的時間可以精算 可是人的精神沒有辦法科學化好像 我要不要工作 我為什麼要跟你工作 這個要不要為什麼 你怎麼去鼓勵他幫你工作 我們現在都知道什麼 一個蘿蔔 一根鞭子 蘿蔔綁在前面那裡 因為有蘿蔔可以吃 你如果連蘿蔔都不想吃 我就抽你 你很喜歡吃蘿蔔是最理想的 這種簡單的概念 可是在當時的時候 他想要證明什麼叫蘿蔔 什麼叫蘿蔔 什麼叫鞭子 一個人承受鞭子 可以承受多重 變成我一定要開始工作 當然你沒有工作 你沒有養家活活 你沒有東西吃 你會餓死 那是最基本的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樣的蘿蔔 會讓人啊 瘋狂的拼命的去工作 這個地方裡面 那些科學家 就找到一個地方叫貨商 做了一個實驗 這在人力資源管理 是很有名的 叫貨商實驗 對人性 要不要工作那種動機激勵 就是蘿蔔鞭子的有效度啊 做的實驗 你看這些人可不可怕 我們今天都被他們控制的 我們今天不要想啊 你只要在職場工作的話 我們的企業管理這個大帽子 都被這一些以前的科學家 想方設法的那種工具啊 一直延伸到今天 都依然還被他們控制的 所以標準成本啊 不要小看它 它讓我們人類一直不斷的 就是器物文明啊 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精神文明不敢講 那器物文明一直在進步 那製造費用裡面 有非常多的項目 一項一項一項的 這些項目啊 都會透過每一個足項的 比方說間接費用 該怎麼標準 間接的費用裡面的水費 要怎麼標準 電費要怎麼標準 一項一項的 按照前面的這個兩個精神 一步一步做 全部都弄出來 就可以做到標準成本了 不過標準成本啊 也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它的優點 它可以提供 所有的管理上的一些要求 我這邊隨便擠啊 基本上標準成本啊 耗費非常的昂大 昂貴的成本來實施 但是呢 它也可以達到很多要求 不過 要做標準成本 還必須要有一些 所謂的條件 比方說你的會計作業要標準 你的製程 你的製程要標準 你的會計作業要標準 你的管理要標準 你的製程要標準 你的員工人員的訓練學習要有標準 你的標準成本制度 才可以一直順暢的運作 但是我們假設想 如果我都可以做到這些標準的話 我大概也是一個非常優良的企業 那這個標準成本是在台灣 實施的最徹底的 早期來講 到現在為止 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了 早期來講是台塑 台塑集團 台塑集團 這個王永慶 他確實 是一個很不容易的 一個企業家 這個到大陸去 很多的大陸的企業家 也以他為 學習的仿樣 我那時候還記得在大連的時候 一個正德實業的企業公司去參訪 那是大陸人 他們從修橋造路的 挖道路的八個 挖道路的挖路機 開始起家做的 幾個年輕人就開始創業 做到了我們去參訪的時候 他已經是一個龐然大物的一個集團 甚至要做實化企業 進到他們的公司的大門 一進去一整片牆 就是王永慶 在海昌的一個圖 那個他們的那個年輕的老闆 跟王永慶碰面的一張照片 我們很驚訝 那個一堆 我帶的都是台灣的企業家去參訪 一看到 怎麼有這樣子的一張圖 而且那個正德實業的整個的集團裡面 我們去的時候 他的董事長 董事會的成員 總經理全部加起來 平均年齡只有32歲 我帶去的 我們台灣的企業家 平均年齡是45歲 這可以看得出來非常差距 那王永慶怎麼厲害吧 他就是貫徹了 所有的標準化的作業 我早上跟同學 跟我們早上班的同學講個例子 我忘記帶資料給他們看 我現在給各位同學看的就是 在1970年的時候 台塑集團開始實施成本的控管 早期台塑集團 他們的內部的信封帶啊 跟外部的一樣 就是用這種 類似這種信封 這種牛皮紙信封啊 我們可以看到 貼了一個這個東西 還有在 當這個信封貼了一個名字 還有用嗎 不會有用的 因為我下次要再寄給別人 不可能寄了 所以這個信封 我在我的辦公室裡面啊 堆積了幾十張 甚至上百張 都覺得好可惜 我自己拿來裝我的東西 也不用裝那麼多 可是他就貼上去了 這個當然不符合成本 或者是材質啊 水平更高的這種的信封帶 更厚更大 這種信封帶不便宜耶 你要去複文數據買買看的 一個好幾塊錢以上耶 不是說什麼一塊錢一個 絕對不只的 所以這種信封啊 黃永慶發現了 這個還得了 因此呢 可不可以設計成 當然我們學校裡面 也沒有 也不是絕對是這樣子 這個是有的 應該這個 這個單位啊 給我的單位啊 教法中心啊 是浪費的 他應該用這個 我們現在學校 用設計是這個 這個就好用多了吧 這邊有10 20格 這邊有20格 至少可以用40次 通常用不到40次啊 用到這邊 大概就已經爛掉了 已經爛掉了 差不多20次 但是已經不錯了 至少20次啊 那王永慶當初看到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不對 所以他要設計另外一個 因為他們是做塑料的 塑料就是塑膠粒啊 塑膠粒呢 隨便弄個模子 可以用塑料做信封 不是更好嗎 所以他設計的這種信封 這就是王永慶的 台塑集團的 合起來 然後這邊呢 這個小紙條 貼進去拉出來 可以拉幾十次幾百次 用到壞為止 這是小的袋子 這是大的信封 很不錯吧 這個信封不要小看耶 這個是更加 史賴活賴才要來的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年代裡面啊 這個大概七八年前 跟長庚大學合作 我們跟他有一個 學術交流的合作計畫 計畫合作了四五年 我剛好是這個 合作計畫的 這個中山的負責人 那找到機會 跟他說你給我一個 他們連長庚大學 大學裡面 用的袋子也是這個 也是這種需要袋 我看到 我跟那個助理說 你給我一個袋子 他突然沒有難設 我說幹嘛 這個袋子那麼值錢啊 他說不是我們要登記的 每一個袋子要去申請都要登記 你那個如果說你多用了 他會有人來追問你要寫報告 我去長庚那個醫院的時候 坐他們的交通車 那個司機啊 長庚的 有他們自己的交通車團隊 那司機每到一個地方 下車的時候 也是拿這個收藥袋 一過去交給人家 打開來 縫蓋個印裝起來 又帶到車上 他們全部長庚系統 都用這種袋子 因此用的這種袋子啊 就有人寫了書 這個寫的書裡面呢 因為實施這種 因為實施這種 原先 原先 每個月 在1970年代 每個月 信封支出的費用啊 是 100萬元 每個月 經過這種收藥袋的實施之後 改成每個月 4萬元 因此每年 可以省台幣1000萬 那這本書是1980年代寫出來的 它上面寫了 它說 十年下來 前後已經節省 信封而已 節省了1億元台幣 那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一直不相信 這本書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多寫了一個零 這個很有可能 多寫個零 我都很懷疑了 十年下來 信封可以省掉1000萬 我已經很懷疑了 那個年代裡面的錢多大 還可以省下一億咧 又找到另外一本書 也是寫一樣的 因此這兩本書 哦 原來作者是一樣 搞不好他互相抄來抄去 可是我後來碰到了台塑的高級主管 他後來來我們學校 其實碰到不止一個以上 還碰到工廠的廠長 我只要碰到一個就問一個 問到後來我就懶得問了 因為他們每個人答案都一樣 他說這是真的 他還跟我講 那不只是信封而已 連一杯咖啡 原先是25塊的成門 經過這個王永慶這樣子 在1970年代 全部定下來標準之後 一杯咖啡的標準 變成兩塊五毛 都算出來了 因為咖啡是公司供應的 公司供應的就會有咖啡 然後每一個單位 申請咖啡來就沖泡 弄了很久發現不對 這個好像成本也很高 埋在每一個部門的 費用裡面看起來很小 那乾脆全公司來統一設計 計算一杯正常的咖啡 應該是多少 算出來以後 估算每一個部門 你要喝多少杯 我配給你多少咖啡 你不要再給我多拿 否則以前啊 沖到涼涼就不喝了嘛 很多時候浪費就是在於 沖來隨便聊兩句 就算了倒掉不要錢了 就這樣子 那這樣浪費掉了 所以一杯咖啡當初的成本是二數 精算之後變成兩塊五 少了十倍 那一杯喔 一年下來如果是一千萬杯 你就看看省多少 所以一個公司比較小看 我們光羨慕那個大公司不得了 很偉大 我們反而很想進去工作 它怎麼管你的 它就是連一杯咖啡 一個信封袋都在管你 用的是標準成本的概念 OK 跟著看成本掌握的範圍 成本掌握的範圍啊 有兩個範圍 一個是全部 每一個成本都計算 一個是只算它的變動部分 全部都計算了 我們稱之為傳統的成本 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 所有的都是用這個成本法來計算 可是變動成本法不一樣 它只計算變動成本 把固定成本擺在旁邊不算 這個方法我不多講 是因為這是下一個章節的 我只是告訴各位同學說 在計算成本的時候 算的範圍的大小不同 而有兩個不同的分類 一個是全部的成本 一個是變動的成本 因此整個成本管理呢 就可以匯總起來 變成一個矩陣圖 一邊是用時序的掌握 時序的掌握有三個形式 兩個概念 實際成本 導向有實際成本跟估計成本 未來成本導向有標準成本 那成本管理的範圍大小 又有分全部成本跟變動成本 就構成了六個成本管理的 體系跟制度了 這六個形態裡面 這是每個企業一定要有的 因為它要做帳 所以它一定會用實際的 全部成本來做 每個企業都要有的 另外一個極端在這個地方 標準變動成本法 所以我其實管理有什麼花樣 沒有什麼花樣 我到了人家的公司裡面 特別是當如果是工廠有問題 老闆找我去的時候 我會不動聲色的 不著痕跡的 先問它 你們公司用什麼 它如果是在上面這一層管理 就是用全部的成本在做管理 我其實不用去看太多 我已經有非常多的改善建議了 我連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很多改善建議 你用這些東西 你怎麼去做很多的 未來的估算跟決策 做不到的 所以我很快就可以找到 很多的這個這個 但是如果對方跟我講 我用的是變動成本 實際其實很難喔 大概都是估計變動成本 或者是標準變動成本 我大概知道一杯咖啡之後 我就準備閃燃了 它的制度應該算是很完備了 當然如果它用這個 而還有問題的時候 那個已經不是 我們在成本操作管理上的問題 而是其他的企業的文化 高層的鬥爭啊 市場上的變化那些問題了 在工廠內部裡面 應該算是相當完整的 所以可以簡單的 透過它用哪一個方法 而可以快速的定出管理上的對應 這是我的經驗法則 所以這個大概跑不掉 那我們如果再把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全分布和分批的拉起來 整個的成本管理的體系就完成了 成本的管理體系就完成了 工廠裡面大概都跑不掉這個架構 如果它說我是分批成本計算 分批成本計算 通常都是多重的分攤率 而且用全部成本估計成本 它不可能用實際 用分批不可能用實際了 我說分多重全部估計的 還是單一全部估計的 或是多重全部標準的 多重變動跟標準的 這樣子的一個企業 就不用講 它一定是一個非常上軌道的管理 如果是用單一的全部的估計的 那這個公司的競爭力勢力是很差 除非還沒有到它門口 今天還沒到它門口 分佈的也是類似的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 所以可以做一個總結 這個總結就是不同的決策考量 不同的計算 在中小企業 所謂的服務業或零售業裡面 決策品質要求不嚴格的 我們用估計的全部成本制 當如果有些許決策的需要的時候 特別是類似製造業的 中小型的製造業的時候 它要做什麼決策 做CVP分析啊 產生預算的時候 它這個時候就要用估計 變動成本法 那如果是外在環境變化快速 競爭激烈 市場變化大 需要決策品質高 然後要快速及時提供 所謂的決策的要求的時候 用標準全部成本法 以及變動成本法 這種通常都已經到了 中大型的製造業 或大型的企業為主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應該可以把這個建構起來 OK 到這邊為止我們就把這個章節呢 這個單元做一個介紹 那跟著就是有一個立體計算的立體 這個立體請同學自行的參考 不過同學也許可以揮發 會想說這個立體重不重要 基本上這兩個立體 所謂分批分佈啊 純粹用分批或分佈的計算啊 要求可能不是那麼多 特別是分佈的計算啊 這個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不會在考試裡面考這個 那只有分批的計算裡面的分攤率 請同學注意一下就是了 那另外就是 我們在這個 這個 考試的時候 同學一直會問說 我們是什麼形式啊 當然這個不可能說 只有什麼選擇題啊 只有或者是純粹只有計算題啊 它應該是一個綜合形式的啊 包含了有那種圖啊 有只要是我們在課堂上面上課過的 那個圖啊或表啊 請同學都盡量的要特別的了解 那這個課本啊 課本的單元裡面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跟第十五 第十六章 那個所謂的報表的部分啊 配合了PPT檔講義上面啊 大家要做綜合的考量 那另外啊 這個考試的形態 就跟以往的考試一樣 我相信有些同學應該針對以往啊 考試都有一些 所謂的考古題啊 或這個資料的收集 那大概是會有計算 會有所謂的圖或表的那種要求 OK 這個課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等一下我馬上有一個隨堂的小考 請各位同學準備一下 隨堂小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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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